所以他跟我們當中是石仔 他是拿到九分 我自己也很遺憾的 就是我不可以親手拿這一張成績表 Bring and action 學這件事不是單單可以為興趣 原來日後對自己的工作 對自己的將來也很有幫助 人生是沒有成功或者失敗 只有放棄和不放棄 如果不放棄 你就是贏那一位 基督教正身書院 是東南亞唯一一間收容有行為 及急讀問題的青少年學校 青少年可以透過書院 重新擁有讀書的機會 找書的石仔 在正身書院學習了五年 上年會考得到九分 是全校最好的成績 但是有一件事對他來說 會是一個遺憾 其實在2010年會考派發成績表那一天 自己其實不在正身書這個地方 其實原因是因為 導師選了我去雲南收到一個動畫的課程 他去了雲南大學讀書 所以他已經跳了班 所以他不讓我們當做石仔 他是拿到九分 我以為他很高 我自己也很遺憾的就是 我不可以親手拿這一張成績表 或者可能跟同學和老師分享這個喜悅 這間三百尺都不夠的房間 培育了一個又一個的校園小記者 由最初拍攝校園電視 歡迎收看四份正新聞台新聞報導 十年間 能夠走出這一道 拍攝婚禮 講座 話劇 電影 參與不同的比賽 無論校內 一個校內 他們都一一為此而作見證 那自己在正身這幾年學習裡面 其實都沒有想過自己可以學到影音剪接這個技能 那更加沒有想過就是可以學完這個技能之後 可能參與不同的比賽 在某些比賽裡面都得獎 其實自己都很開心 西軍的 欸 同學來的 正身書餘的五間盡同學的健康之路 一正身俗一個做完工作 噴噴噴噴噴 心臟高在嚴重選到多 各個 我覺得這樣才是值得的 所以 我想我決定 其實在這個部門學習裡面 其實都有掙扎甚至錯字 或者想放棄的時候 那自己有時候要講工 或者可能參加了一些比賽要去做的時候 可能要工作到很晚 三點多 四點多 五點多 甚至直接不分 訪問之後幾天 石走日因為要講工 所以要工作到凌晨四點多 嗯 知名有幾點 四點二十一分 嗯 嗯 嗯 有什麼感覺 噢 好累啊 是 我要腳做 但是第二招 也要照常時間六點半起床 仍然要繼續上學 有時候甚至 我感覺到自己身體 身心靈都很疲累 自己要去平衡 要去克服 我們三二一 三二一 倒下 入面再去 石仔在書院中所遇到的工作壓力 都不及在社會真實工作來得辛苦 就這樣做 這樣做 再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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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書院中的培訓 卻成為了同學的踏腳石 讓他們可以更容易面對真實工作時的壓力 早點 Tiree在數年前 開始和正身會合作 拍攝關於禁毒題材的宣傳片 從香港開始 在近幾兩年 這麼為澳門政府拍攝多套的禁毒宣傳片 我們現在 做了一個非常危險的動作 就是裁波 搙好東西 在街上走 正身的同學由學師開始 都有機會去擔任不同的製作綱 阿昌, 開不開來? 喂, 你們在做甚麼? 你吃開來看 阿昌參與了兩節的拍攝 而由不熟悉片場的運作 到現在參與幕前和幕後的演出 他說, 專業的拍攝團隊 令到他獲益兩個 在澳門這次拍攝出道會 是跟導演合作 所以我看到別人的工作態度 讓我知道原來在書院學的東西是完全不同的 我想對大學的經歷 就是跟學生一起經歷合作 每天六點多起床 就拍到兩、三點晚上回到我們睡覺的地方 可能休息幾個小時 痛小達旦的工作 令到他們休息不過氣 德豪更要一個同工 帶著七位同學經歷十天的拍攝工作 現在幾點? 現在是五點半 但我們五點的時候已經起床 準備今天一役的行程出發 一陣就開始拍戲了 所以現在吃完早餐就準備食飲 其實在這次的旅程中 我最特別是看到同工的付出 我覺得他是同工 基本上只要看著我們就行了 不需要自己埋著身一起去做事 一起去搬搬台台 在一些安排上要為我們付出 我看到很多這一點 大家一起辛苦 一起在路邊吃飯 一起睡覺 一起睡幾個小時 是另外一個感受 就像同學生在一起經歷這份工作 這份工作我們之前不會這樣做 以及沒有那麼專業地做 而慢慢地學習回來 靜新書院的師生就好像百足那麼多走 除了要上班、上學之外 不同的職業培訓、體育、藝術的活動 他們都要一起參與 在靜新書院裡面除了會負責一些拍攝的工作 另外我也會帶一些同學去練習籃球或者比賽 靜新學生的運動成績一向都不算是名列前茅 但是經過學生不斷的努力 不放棄地在比賽上繼續堅持 德豪看到他們一步一步的成長 好像我們的女同學 今年終於贏到學界的第三名 在越野賽 而男同學在這兩年的學界比賽裡面 籃球的分組賽都有試過贏球 這個就是我可能最會開心 或者最因為就是看到我們的學生 一路裡面是成長 榮彥有竟然參加學界比賽的經驗 能夠跟姐妹一起有成長的經歷 她看為極其重要 其實現在的姐妹或者自己 都真的能夠有清晰的方向和目標 大家同一隊人 聊的時候不是因為要得到那個獎項 而是很想一起去經歷 在那個運動上面 我們一起連排會互相鼓勵 或者會真的會覺得我們只要團結的時候 可能就算今年我們都未能夠可以出線 但我們都會很開心 運動給到永遠有一個法律的經歷 但是正身的學習當中 每個人都會有困難 有不開心的時候 而這個時候 會因會以音樂去調和自己 每一個星期一 李sir 都會和正身書院的合唱團練習 五月的家長日 師班要負責獻師 在這一天 李sir 要教他們一首向家長們表達敬意的詩歌 平時我看到同學都是自動自覺 很喜歡自己彈一下結他 彈一下琴 唱一下歌 不過合唱團因為有組織 要求會更高一點 他們都做得到 直到家長日當日 合唱團獻上一首補答父母親恩的歌 李sir 也很滿意他們的表現 看到每個同學都不斷進步 個別的同學 無論是唱歌 或者對音樂的理解上面 耳朵聽音的能力 都顯露出他們是肯定有進步的 進步是每個人必須經歷的階段 同樣 雖然永遠在不讀中五 但他的程度可能只有中三 為了追上進度 他自發由基礎做起 由小學的程度做到中學的程度 一直循序漸進地向上做 為求的就是在自己的學業上有更多的進步 李太是希永教育中心的校長 認識了靜新書院多年 而永遠所用的教材 都是由他所提供的 每一個星期 李太都會來到書院兩天 幫助學生解決學業上的問題 靜新書院的同學有一個 以往不喜歡讀書的那種經歷 他覺得很辛苦 這個事實上是有的 他們寧願去工作的人比較多 他們認為自己努力出去了 但是到了幾十年之後 你的努力出不了那怎麼辦呢 當然讀書真的很難 但是他對某樣有興趣的時候 我就會鼓勵他 譬如你想不想你再高一點 你想想你再高一點 你會有一些途徑的 如果你一直想向前的話 唯有在學問那方面再增加的話 我不是叫你一步上天 慢慢慢慢增加的時候 你擴闊自己的視野 慢慢慢慢擴闊去的話 會有更加好的將來 我最會開心或者最因為 就是看到我們的學生 一直在成長 而沒有一個人願意放棄 幾多年班不代表什麼 是代表他自己讀書的態度 做人的態度 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我喜歡這件事 我們發展得更大才是最好的 因為我們知道大家是有能力的 只要努力的時候就能夠開始做 雖然他們錯過了至少兩年的校園生活 但是他們願意重新實氣書包 學習各樣的技能 都是希望讓別人知道 他們不再放棄自己 不再讓生命再有遺憾 謝謝 作詞 & 曲 彷彬 作曲 彷彬 作詞 彬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